欧洲桥界的年度盛事 欧洲华侨团体联谊会 最近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 桥委会委员长陈士奎 在看幕典礼谈到桥社过去40年的发展 希望桥界体认桥屋工作和现况的转变 勇于接受新的挑战 欧华年会走过40年 在我们欧洲桥界 非常有组织的民调 也给我们欧洲桥界 带来每年一度的盛会 对于凝聚欧洲桥界的桥新 有非常大的帮助 欧华年会今年迈入第40届 吸引欧洲各地的桥团代表踊跃参与 这次从各国报名人数是260个人 然后我们奥地利本身有64个人 所以加起来有320个人左右 旅游桥包难得起居一堂 欧洲中山学会也趁这个机会 邀请立法委员黄昭顺和蔡锦龙与会 向桥包说明台湾的政治和经济现况 并且分析年底九合一选举 外交部则选在年会开幕前夕 和与会侨胞聚餐视角 场面热闹温馨 阿斯提訴 全国켓 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